有调查显示内地服务业表现有改善 有分析就预计随着内地经济持续回稳 今年内银行不会再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去刺激经济 内需推动内地服务业好转并且好过市场预期 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连跌两个月之后回升0.8 9月报54.8 是连续五个月在50以上的扩张水平 企业逐步增加人手 服务业就业指数也都连续两个月扩张 但扩张速度仍然有限 新业务量持续增长 但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拖累外贸需求 出口订单进一步收缩 综合制造业表现之后 采购经理指数就回落到54.5 研究机构说海外疫情反复 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存在不确定性 国内国际商循环的发展格局面临极大挑战 有经济施受预计 随着内地经济持续改善 人行不会再大规模放水池的经济 高盛认为环球的居家防疫措施 带动内地家具和电器的外贸需求 加上内地疫情受控 消费活动自9月开始加快复苏 预计今月19日公布的第三季 国内生产总值会从16以上增长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